我是Yo,又是我 这期借着来玩上一期玩的Digimon Battle Spirit 数码暴龙格斗之魂 不过这一次是我熟悉的二代 这游戏里面的全部角色 都是数码暴龙凌氏 无限地带里的传说中的十斗士们 小时候我看的还是粤语版本 都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 还记得一些动画的内容吧 玩法和一代一样 攻击对方就可以获得小球大球 时间到了就捡到更多的球 谁就生出 虽然二代的格斗感比一代好很多 但是也取消掉了数码兽们的搞怪动作 进化的方式也改掉了 在战斗时 只要打到对方 就可以累积进化条 累积满了 就可以同时按AB键 指出今晚谋装准化 然后使用兽型十斗士的攻击 也加了一个大招系统 只要集齐几颗钻石之后 就可以按上 加AB键来发动必杀技 扩压 火闪兽 火龙立金群 这一招的蓄力比较慢 还是进战比较好用 火神兽是一个能力比较均匀的战斗型 石斗士 进化成兽型 打人掉最多东西的就是这一招飞行了 这游戏的必杀技会有像怪兽对打击那样的画面 带领 带领 野龙兽 刺客型的石斗士 速度感比较快 累舍金极比较好用 性眼光炮就需要像洛克人那样蓄力 不然就只是会射小炮而已 进化后的银狼兽 最好用的是空中技能 向前冲刺 必杀机会变成战狼兽 使出双尖斩 妖雪 冰红烧 虽然近战很阿基 不过是一个远距离攻击很好用的 魔法行使都是 去靠炮轰最好用 进化后的巴沙兽呢 使用头发攻击的这一招 是最没用最废物的技能 唯一还能够撑场面的 就只有拿着斧头乱砍而已 不进化还比较好打 必杀机会变成古代大蓝兽 使用狱形铲雪机 小群 新雷兽 胸群被决 兜桃龙云腿 好点痛 用屁股转晕运对方 仙女兽有个特点 可以在空中再一次的跳跃 进化成河风兽也很好用 马不过批杀机会进化成LGBTQ兽 使出正知正确之间 插死对方 顺盘 顶光烧 勾雷锤 虽然他没有远距离的攻击手段 也是比较笨重的坦克行驶斗士 但是进化成雷光兽之后 就会变成都是远距离攻击的炮台 用他来打最中波 是真的床 一杀机会变成古代甲虫兽 招式名呢 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一只灰衣黑丝兽 就只是胸前的炮很好用而已 没了 我对这一只的评价就这样 最不喜欢用的一只 进化后会成为凯撒狮子兽吗 应该是这个名字吧 古代四分克四兽 也不怎么掏袭 可能因为这是GPA的游戏吧 所以收到了容量的限制 很可惜的 零四的反派门都没有登场 如果是零四的全角色都登场 应该会相当的好玩了 真希望有赚属于零四的RPG游戏呢 不如你也留个言交流交流 当初在看动画的时候 哪一只是你最喜欢的石斗士呢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我的话 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请我喝一杯咖啡吧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会员福利 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玩一些防标的游戏的话 就只会发布在会员频道而已 争取以后可以做个全职YouTuber吧 我是YOU 又是我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